京张高铁沿线的雨雪天气 使钢柱容易与空气中的水分接触 形成锈石 为此 施工人员在钢柱的表面 喷涂了0.2毫米的镀芯层 这是普通钢柱 0.086毫米标准厚度的两倍多 芯是一种活泼的金属 作用于钢铁表面 空气中的腐蚀性气体形成的液体 只与芯接触 不会影响到内部的钢铁 从而延长钢柱使用寿命 但是 在钢柱安装的过程中 表面的新层很容易因为外力刮擦而受损 新层受损使钢柱失去了保护 不仅会影响使用寿命 更会给行车安全造成影响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 能够将安装钢柱时 对镀新层的损伤程度降到最低呢 今天我们找到了一种 供电钢柱无伤安装的方法 工程师刘童将带我们测试 刘童26岁 刚毕业两年的他 有着年轻人独有的思维方式 一天 刘童偶然间看到 车间里钓运金属零件使用的电磁铁 他突然来了灵感 用电磁铁钓装 是不是对钢柱的损伤 会减少到最小呢 电磁铁是通电产生电磁的一种装置 在铁芯的外部 缠绕与其功率相匹配的导电绕组 通电后 铁芯像磁铁一样具有磁性 能吸引铁磁性金属 按照刘童的设想 电磁铁是采用磁力吸附的方式 吊装钢柱 在这个过程中 不会产生额外的摩擦 因此就会减少对钢柱表面的伤害 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必须通过实验 眼见为实 为了对比电磁吸附方式的效果 我们先请工人师傅 用传统的方法模拟一次吊装过程 金章高铁使用的钢柱 重量达到2000千克 要把这个大家伙抓紧起来 必须依靠起重机才能完成 工人用钢丝绳固定住钢柱的一端 起重机缓缓升起 拖转着钢柱向底座方向前行 这是施工中最常用 也是最快速的安装方法 然而在完成吊装过程后 我们发现 在钢丝绳固定的部位 和与地面接触的底座部位 镀心层已经被磨掉 露出了内部的钢铁 这样的吊装方式 会给镀心层带来不可避免的伤害 接下来我们将实验 电磁吸附的方式 是否会对镀心层造成伤害 这块钢板表面的镀心层 与之前实验中使用的钢柱 厚度相同 都是0.2毫米 那么采用电磁铁吸附 会对涂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流通用力摇晃钢板 模拟电磁铁的起钓过程 如果电磁铁吸附不牢 与钢板发生摩擦 就会损伤涂层 并流通兴奋的是 这一次钢板的表面 只留下了细微的划痕 和之前传统的吊装方式相比 对于镀心层的损伤程度 大大降低 通过实验 我们验证了 采用电磁吸附的方式 可以减少吊装过程中的摩擦 从而降低对镀心层的损伤